我相信各位都有这个经验 就是说我们在浴室都会有一面镜子 那这个镜子经常因为我们洗澡的时候 这个棉棚头的水喷溅 然后造成上面这个花花的 这个就是一个碳酸钙的沉淀 那因为我们一般的家庭用水都是属于硬水 所以它会有蒸花之后 会留下这个碳酸钙的一个沉淀 那这种情形就跟我们的热水壶一样 如果你有这个热水壶的话 你就经常发现这个热水壶里面的 会有一个水垢存在 那这种东西就跟水垢很类似 那你如果热水壶有这个水垢的时候呢 你都会用这个柠檬酸来做一个清洁 那至于这个浴室这个镜子呢 那你可以用这个冰醋酸 冰醋酸这个东西它是比较强烈的 它容易效果比较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 这个都是白白的 这个都是成年的机构 那你这时候呢 你只要把我们的这个边树酸 包在我们这个拆光布 那因为边树酸它很呛比 所以说你如果在浴室使用的时候 最好用个电风扇 稍微稍微做个 通风一下会比较好 我们来用冰醋酸刷一刷 各位就可以看到它的效果 这个效果非常明显 因为冰醋酸它很强 所以它一下子就可以将这个机构融结了 当然你这个东西如果是成年老够 比如说五年十年你都没牵过的时候 那这样的话就可能还要让它这个一点时间去把它融结下来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 右手边的这个 我右手边的这个已经刷过了 这边没刷过的 那我们用这个清水把这个 把那个 边树酸把它弄掉 好那这样就效果就差很多了 就是这边的 咱们解析了 那我们在用这羽毛 但是不要有点 盖那些 咱们解析的 一尽 咱们解析的